你干嘛带我到这儿来啊 这是我的心灵避难所 这儿连避雨的地儿都没有 怎么就成避难所了 跟你说的是心灵 我每次呢碰到失望的时候 伤心的时候 就会到这里来待一会儿 觉得自己心里平静下来了 还会离开 也是啊 好像好多女孩都有这么一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对我来说 意义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在认识你之前呢 我差点在这儿自杀 什么啊 差点 那 那为什么呀 因为 因为一个男人 我知道是一男人 什么男人啊 其实算是挺优秀的一个人 你不是也知道吗 我有那种一紧张就会接班的毛病 所以从小到大 我都特别抗拒跟男生交往 也没谈过恋爱 直到前年呢 才交往了一个男朋友 是个网络工程师 还挺有前途的 本来我们相处得挺顺利 然后双方家长都见了面 婚事都定了 但是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 他知道我有口吃的毛病 就毅然决然 提出跟我分手 不是 这不是歧视缺陷吗 这王八蛋 这得告他我告诉你 到残联去告他 我当时真的特别难受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残次品一样 没人喜欢没人要 好不容易谈个恋爱吧 也是这种结果 所以一时想不开 就找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从这儿打下去 那后来呢 后来啊 我就记得水特别的凉 然后被呼水一击 我突然间就清醒了 不想我凭什么呢 我一花样年华大好青春呢 我怎么就走上自尽这条路了 于是我就自己游回来了 那肯定冻坏了吧 好 谢谢 马里奥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你说 我想让黄元帅回来 他不是刚辞职了吗 是 山游见的事也确实是他的错 不过我没有真的想辞退他 他是个人才 这一点我很清楚 我只是希望他能借此机会 回去好好地冷静冷静 然后回来好好工作 原来是这样 居然能有这样的办法 中国人叫以退为进 中国人的办法 我永远都学不会 但是他愿意回来吗 我会去和他做工作 不过在这之前 我得先征得您的同意 小语 我配合你的工作 只要你决定的话 我完全同意 谢谢支持 其实碰见你的时候 我的状态挺差的 我会去参加相亲大会 完全就是为了应付我爸 但是没想到会碰见你 你爸跟我认识的所有人 都不太一样 平时经常满嘴大道理 跟哲学家似的 但是又老干一些 自己挖坑自己跳的事 挺可乐的 还有就是 你追我追得特别坚决 让我觉得 我不是没人要 或有人去喜欢我 这点对我真的很重要 后来的事不用我说 你也都知道了 不就是黄元帅暗度陈仓 接足先登吗 黄宇 其实我知道 如果我跟元帅在一起 你肯定会不舒服 可能也会影响你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所以那天演讲比赛之后 我就自己跑到这儿来 很认真的想了这件事 我问自己说 如果开始一段关系 会影响那么多人的话 我还要不要这么做 我真的犹豫了啊这儿 但是我后来突然想到 你追我的时候死缠赖哪那劲 我觉得你比我勇敢多了 你坚持自己想要的东西 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 你努力过 你对得起你自己 所以我决定我也要为自己坚持一次 你带我到这儿来 就为了说这个 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 人生难得知己 你 黄元帅 杜鹃 你们三个是一辈子的兄弟啊 我也希望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 我明白 慢 慢 行了 明白就好 那话都说开了 可以回家吃饭了 我没到齐呢 我知道我就尝尝闲道 你说陶雅有那本事把这块鱼鱼给穿回来吗 这么短时间 死马当咱们一人 那死马可得给一活了 要不然你说东西 就这样 白虾吧 超值 太超值了 你觉得呢 就算谈不成 这个桌子菜也不能浪费到别人肚子去 我觉得就咱俩吃这桌子菜 咱也吃不通了吗 你都是不是 但愿是这司马给带回来了 请吧 就等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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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我跟你说啊 这一桌的菜全是蒙花园顺 煎炒红炸一日做 不容易 那个 对 那个 唐雅 对 唐雅 你说两句吧 我有什么好说的 你再说两句吧 是吧 还是我来说两句吧 好好好 第一呢 祝愿元帅跟陶燕 爱情征途一帆风顺 早日摆脱钻力苦涵 第二 祝咱们大家友谊天长地久 为了幸福生活 不羡慕力 说得太好了 四海之内接兄弟 五周同庆何为贵 好 来 黄远 你来一下啊 喂 喂 黄远帅 打扰一下啊 你要是现在方便的话 我有点事就给你答答 行啊 你方便出来一下吗 去哪儿啊 你们家旁边的咖啡厅 好 嗯 就这样 拜拜 谁啊 没事啊 小雨她找我说饭后 约我谈点事 行行行吃吃吃吃吃 这几天过得怎么样啊 承蒙肚子不关心啊 这不上班了 时间就有的是 锻炼 逛街 打游戏接孩子 身心得到了充分的消息 听说你得谈恋爱了 你哥这人哪儿都好 就是嘴快 什么事从他嘴里吐出来 就成八卦了 你就说有没有这回事吧 个人隐私 无可奉告 你还挺腼腆的 演讲比赛前 一稳定乾坤的事 大家可是都知道了 说明不了什么 行吧 反正我也不是为这事来找你的 你留下的策划案我看了 写得不错 开始上道了 多谢 多谢杜总夸奖 如果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可以回来继续上班啊 你的意思是让我回去复职 对了 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回不回得来还要取决于你的态度 我的态度是坚决不缺 你想想我好不容易摆脱你的阴影 我才出苦海干嘛诱入牢笼 走就是走 好马步这回都藏 是吧 好 那你好好想想吧 别到时候说我不给你机会 不用想了 我已经决定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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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没走啊 我还想跟你走过呢 我等你啊 等我干什么呀 走吧 那我现在送你回去 杜小雨找你干嘛呀 她能找我干嘛呀 复婚啊 什么 复职 复职我逗你了 我跟你说这是原则性问题啊 你可不能骗我 没没没没 她真是想叫我回公司复职 你答应啊 我答应她干嘛呀我 我义无反悟地拒绝了 还差 我跟你说 我爸说了她那儿也挺需要人的 要不然过两天去她那儿试试 我再等等吧 你让我再歇两天 按我好好记会去吧 那你今晚好了告诉我啊 小雨 这是转离职员部 刚送来的这个音频人权 你看看 都是音频策划推广的吗 是的 有两个不错的 应该好好考虑 对了 袁帅那边怎么样 你找她谈了吗 她拒绝回来 那这几个人选怎么办 这个你决定吧 我就不发表意见了 这上个月怎么少巴士啊 巴士 那不桃燕小姐来 你说她那免单吗 就没那巴士 那行行行 这 这算我的 妈 妈 妈 谁发财呢 老哥 您说您怎么没有 提起点事招呼呢 快快快 请坐 小牙齐无上方的工具 我这次来是跟你商量的这事 你房租不是下个月到期了吗 这房子我不做了 您就盘走吧 马哥 您不能赶进去杀绝 叫我说班就班啊 您看我这房子我刚刚粉刷过一遍 我刚准备大干一场 就 您放心 这房租以后我绝对给您交齐 绝对不拖欠 您就别提房租的事了 自从你租了这房子以后 你是月月欠记记托 您就没有一次按时付过 您看您这书八吧 都两年了 这没有一点起色呀 这还有一个挺有实力的老板 他呢 答应一次付一年的房租 准备开一个首饰性品店 您呢 就让位吧 他有实力 您是没看见我的实力 我跟您说我的实力就 别别别 您就别说了啊 人家就已经来看过了 你看你这书八 你是天天赔钱 不如找策 人家挺大度的 给你一个月房租作为补偿 我李桓宇不稀罕她那一个月房租 马哥 咱这合同可是签到年底的 我只要接着给您付房租 您就没有权利紧约啊 这我也是为您好啊 我这不跟你商量吗 不用商量 说出大天来 这房子我不退 既然咱商量不行 那我就叫她亲自来跟你说啊 进来吧 就她啊 不好意思啊 这位就是新租客余嘉丽小姐 不好意思啊 原来你就是那个准备府邸抽薪趁火打劫的人啊 马哥 我当年找了一什么实力派呢 就她 昨日跟我这儿喝了一壶茶 加了石灰水 淋了为了二十块钱跟我炒饭了天啊 马哥 现在骗子多 傻子明显不够用 您可别上当啊 这这这这这这这你说谁傻子呢 你甭搭理她 那是二十块钱的事吗 我告诉你啊 我是拿这二十块钱 在试验你书八的经营情况的 事实证明 你完全没有经营头脑和服务理念 不光短浅自命不凡 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修花枕头 中看不中用 你是我上辈子冤家今生债主是怎么着 怎么走到哪儿都有你年老四摔不甘寂寞的身影呢 你怎么说话呢 马哥 你真的要把房子转给她呀 这定金我得已经拿了 咱这离婚手续还没办呢 您就着急取二房 这不靠谱吧 你别说那没用的啊 人家大哥已经答应了 十天之内你要搬走的话 我给你一个月的房租作为补偿 如果你要不搬的话也行 租期到了你一样得搬 到时候你还什么都落不下 你自己掂量吧 大哥 咱去商量一下合同细节 好好好 这也赶紧的 收拾啊 马哥 马哥 这事还真不能应顶我 为什么呀 我这合同可是签到年底 于情于理我都占理啊 他总不能强行把我赶出门吧 逼急了这样也合法 你们这合约上有违约条例 你欠上房东的租子 不是一回两回了 已经构成了违约 人家完全可以随时解除合约 懂 还真是怎么回事 不行啊 你还真就找地儿搬家吧 早做打算吧兄弟 你那说八反正一直是惨淡经营着 这回搬了家 咱就好好打算打算 不行咱换个营生座 靠谱 我我认识一根嘛 他家是山东的 他们这儿做的扒鸡特好 不行咱们跟他合作一下 咱找一门脸 咱卖扒鸡的 又又挣钱又又解禅 行了吧你 让我一哲学家卖扒鸡笑话 这个家我绝对不败 书八花了我全部的积蓄 连我奶奶的银顶枝我都给卖了 最重要的是 这是我理想的种子 伟大事业的发源地 我种子都没了我 还干个屁呀我 不卖爬鸡也成 可是华宇 就你现在的经济实力 如果你搬家了 你一个铁定就得露宿街头去 你想好了 兄弟 我说来打听一下 那租户是什么主啊 起毛不扬 斤斤计较 挺寒人的一女的 那倒是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是让你全部的个人魅力 去找那女的 劝她回心转意 放弃接手输罢了打算 房东在乎的是钱 租户都撤了 她绝不会跟你较劲 这事就一了百了了 精逼 太精逼 太精逼了 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 这么完美的办法呢 完美的完美的 咱进一步说啊 不不不不你 你你你你妈煎出我玩呗 你让她把你给 生一煮煮煮烧饭 这事没准还更好办 你是逐一够馊的呀 言冲总 军儿就是打一比方 对对对对 我不是觉得你现在 已经山丘水尽了吧 我不是就想让你 绝处逢生吗 你不是你那你你别听我 别听我别听我 你还别说 还真是有那么点道 行明儿我就约着瑜伽里去 谁啊 谁啊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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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好 满了哥 我找一下黄远帅 来来里边行 不用了我不进去 出去喝一杯怎么样 现在 就现在 行 有什么事直说 但是我有两点一 别谈杜小语二 别说回公司了 没问题 我今天是 作为男人来找你的 这我看出来了 你要是作为一女人 我就不这么跟你说话 今天 我想跟你谈谈理想 不是你要跟我谈谁的理想 你的理想还是我的理想 我就想谈理想 我从小在意大利学做加克力 那是 在维尼斯旁边的一个小镇上 那时候很糊 可我喜欢 西西里的种植园的可可豆 经过漫长的加工过程 制造成 很好吃的巧克力 这个工作 我以为世界上最良的工作 你不用过分轩染啊 这个巧克力的制作工艺我知道 你就直接说重点 那时候我的理想是 做老板 自己设计各种美味的巧克力 三十三岁的时候 我就像你这么大 我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巧克力工厂 这是怎么办 后来呢 经济危机破产到密 可我们有事情 依然喜欢这个体 我去大公司迎聘 成了管理人 在五十三岁那年 我离开我的家乡 到中国外公主 还是想重新开始 建造自己的家库列工厂 五十三岁 对 马老板 有点晚了 对于梦想来说 永远都会 当年我把你找到公司 是因为我看中你这点 你也喜欢这个力 是吗 对 我是习惯 很难得有把爱好和挣钱 基于议题的治理 不是 我 我还是不太明白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好 你干吗 这行程 公司的新产品 是不是 你不给我下药吧 放心 你 你怎么办 是刚刚研制出来的 还没有上识 好 安水 你回来吧 为了美妙的家库列 为了你的理想 值得的 这时候杜小玉知道吗 我们不是说好了 今天不谈杜小玉 只谈我们男人之间的事 杜小玉那边 我来搞定 你这是干吗呢 收拾收拾 准备搬家呀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搬家了 李总 这都把咱逼到这份上了 不搬也得搬呀 还不如早点收拾 我让你给这个余嘉丽打电话 约见面 你打了吗 一大早我就从房东那儿要来电话了 一上午我给她打了四五个 人就跟我说了俩字 不见 把 把 把余嘉丽电话给我 李总 你来 去把余嘉丽的露国 俩文化的价格 准备了 见面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头吧 不不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您就在百忙之中抽框见我一面呢 我真的没时间 又说什么说吧 是这样啊 总体上我同意搬家 但是还有几个小小的条件 我想跟您细聊 您就在百忙之中抽出几分钟 见我一面行吗 我现在在蔚蓝健身房 办个小时之后你过来吧 好的好的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李总 咱搬家具体日子定的是哪天呢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搬家了 我那是骗她的 我又不这么说她能同意见我吗 放心 只要见到面 不出十分钟 我保证用我的三寸不烂之蛇 叫她回心转意 李总 您太有智慧了 小月 收拾东西 跟我去见这个于嘉丽 记住啊 态度一定要和蔼可亲 不卑不抗 关键时刻摆明事实讲道理 把咱们书八艰苦创业的精神 讲清楚 这个我不太擅长 那你就在边上敲敲边鼓 我主谈 记住啊 关键时刻眼圈一红 眼泪弯弯的就行 女人马最见不得的就是眼泪了 小月 你的眼泪就是咱们书八成功的关键 放心 李总 这个我行 我这眼泪说来就来 我给您试试啊 不是 别别别别 先憋着 到那儿再试 先跟我走 你这丁眉顺眼的干吗呢 你不是我掉眼泪吗 我得先酝酿一下情绪 那也不能跟受了多大委屈事的近年 先要不卑不亢落落大方 之后才是伤心欲绝泪如泉涌的 那我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该泪如泉涌啊 这么着啊 看我的手势 弹着弹着吧 我只要这么一摸鼻子 你就开始掉眼泪 明白吗 明白了 抱抱 pei 靖子 黎总 你约的是这儿吗 是的 人哪 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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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余小姐 我们来了 穿成这样我这差点没进出来 跟我走吧 说吧 什么条件 没什么条件 没条件 你电话里不是说要跟我谈条件吗 好好好 是这样的 就是余小姐就是我那书八呀 我们真的挺有感情的 这书八是我全部的 心里的这个寄托呀 你别跟我说这些虚的啊 你们只要告诉我 搬还是不搬 不是 余小姐其实我什么意思呢 我就觉得咱俩首先应该成为朋友 而不是敌人 对吧 其实从我第一次见到您了 我就特别欣赏您这认真和这个执着的镜头 对对吧 对 特别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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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二十块钱跟我炒一下午 那那只能说明我 有眼不是太深了 你今天是怎么回事啊 干嘛说话吞吞吐吐的 不是 就是我 我其实不是吞吞吐 就我什么意思呢 我 我只要这样你去摸皮吧 你就开始掉点赖 玉琪 玉琪 你听我跟你说 其实我们李总真的可不容易了 每天祈祷他会没日没夜工作 都没有周六周日啊 就为了我们输吧 求求你了 小姑娘 你就放过我们吧 我们一天祈祷你的大大大 我们这边都不能忘了你啊 小姑娘你先别哭 你先别哭 喝点水 喝点水喝点水 我不可以见到 你先别哭行吗 我怎么立门了我 小姐 等一下 我 我还有事 玉琪 你又不能放了我们吧 我太厉害了你 你都放了我们 你都放了 别哭了 人都走了 他为什么走了呀 你觉得呢 你这么吓人 人家不报警就不错了 关键时刻掉链 你就办不成大事 不得你 你知道吗 我都没想到 你觉得觉得 你这条不开心 你们不得了 你们不得了 没有 评我的直觉 这余佳丽她不是一般人 怎么就不是一般人呢 说了你也不明白 我练上班了 等会儿啊 我练上班了 等会儿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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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啊 杜总 听说你今天复职上班 我上午连会都没开在这儿等 那我这是荣幸至极 三生有幸啊 这是人力资源部 需要您听的表格 帮他亲自 想这儿 想这儿 对 想通了 以大局为重啊 不遣嫌嫌化干涸为玉补 努力进取奋发度假 听着有点假 我就这么想的 我说咱俩以后能不能 不老这么刀光剑影的呀 山油剑的事是我不对 我已经承认错误了 杀人不过头点力 你还要我怎么样 我说山油剑的事了吗 一个字都没提吧 四地无印三百两 好 你没提到没中 但是我告诉你啊 我重新回来上班 不是为了重新端起 杜笑语这饭玩的 是马里奥苦口婆心 劝了我一晚上 我才回心转移 这要搁着你来劝我 估计我还得一往直前 用你回头 这说得是实话 虽然不好听 但是我喜欢 这个呢是你走之前 做的策划书 技术不错 有点心意 回去好好修改一下 配合下半年的销售策略 等等 还有事吗 你跟陶燕怎么样了 杜笑语 我提个建议啊 为了咱俩以后 能够和平共处 相安无事 我觉得该立条规矩 说 你我各自的私人感情 互不干涉 你好你的我好我的 到了谈婚论假 需要大家知道的时候 发个喜堂政治宣布 我不想叫大家知道 藏在心里边拖着乐 行吗 很好 容易 那我出去吧 我送 送送吧 那我送 再多说好了啊 反正也不值钱 桌子这边都都归我了 行吧 都拿走了 好 可是你得帮我移忙 什么 行吧 就最近吧 我有一事我想不通 你能帮我想想呢 帮你想事是吧 那没问题 吓死我了我眼里 管我借钱呢 行行行你说吧 什么时候帮你讲解 就最近这个 比我搬家的女人吧 我实在是搞不懂 你说她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女人呢 什么什么的就是女人呗 她可不是一般的女人 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吧 她穿着土屈 其貌不扬 感觉就像是一个 来自八十年代的中年父母 可是昨天我去健身房找她 她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身材性感青春亮丽 还开着豪华轿车 那完全就是一个都市里 罕见的魅力女郎了 是吧 我弄得跟电视剧似的 这可不是电视剧啊 这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 那你说 那什么样的女人 才能有这么大的反差呢 这就是我要找的答案 而且必须要知道 为什么是必须要知道 书八能否继续营业 取决于这个神秘的女人 知己知己才能百战百胜 对对对 不把这个女人的底细 打探清楚是绝对不行的 现在咱们都不认识人家 怎么知道她的底细 人不都是从不认识到认识的吗 这个事不难 我打算请她吃一顿饭 好好探探她的底 你不是说你就拿这边的吗 对对对 我说你就拿这边的 谁睁眼子都跑这边来了 你说话也算说了 行行 都归你了 好了好了好了 箱子借我用一下 你干的事吗 请她吃饭是吧 对对对对 必须请她吃饭 我跟你说 酒桌上最好交朋友了 甭管认识不认识 酒杯一端讲 什么话都好谈 最 最方便摸在底了 这顿饭吧 倒刺还不能低 是是 要有里有面才能打消它的解心 必须的 我跟你说 实在不行咱先找个大约店 开一包店那倒刺绝对够 娟儿 这就是我今天请你来的原因 我最近资金有点减 周转不开 能不能先拆队一些 资金减啊 我跟你说 我现在资金引减 我也没有钱 周转 这可是关系到 我叔爸生死存亡的 关键时刻 作为我多年的兄弟 你不得不挺身而出 拔刀相助我 那你 你这一刀是 多少啊 二百 二百 我哥 凑凑凑凑凑 应该没问题 不用着急 加个链 两千 东西不要我走 周二 你着什么急啊 我月底就还你 不是你还不还钱的事 李慧玉 实在是我见的没有钱 我见孩子去了 蒙别人行 蒙我可不行 你昨天刚发的工资 不可能我没开工资 工资条在我这儿了 三千八百五 我说的没错了 你随便扔拆机底下 让我捡它吧 你俩手我杀上他干吗 你真不管我了 你真不管我了 我找个ATMG给你取一下行吗 什么玩意儿人领点东西 两千块钱买了 您好 您再来一下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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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ts涵 这是来 but 您好 我想ale 找了 今天是我 有点眼 wooden 怎么找到的 朋友的朋友开的 开业那天我来了 后来呢 我 反正偶尔端端端端端的也来过 偶尔 不像吧 没少跟这儿泡女生吧 跟这儿泡女生 那你就错了 我从来没在这儿泡过女生 都是这儿女生泡我 吹牛吧你就 依儿 其实 今天带你来这儿呢 我是想跟你好好庆祝一下 庆祝 庆祝什么呀 我回原来公司上班的 什么时候决定的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公司派人过来跟我谈 虎口婆心地劝我 我回去想了一个晚上 于是一早就到原来公司报到了 那这么大的事 您怎么也没跟我商量一下 我官复原职回公司上班跟你商量 我当初辞职的时候也没跟你商量 你辞职的时候我还不是你女朋友 现在我是你女朋友 你得考虑我的感受 是杜小雨让你回去的 还真不是 是公司那个副总裁 就那意大利人 得了吧 那也是杜小雨派她来的 讨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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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她老跟杜小雨这个 就耿耿于怀的 我是跟杜小雨耿耿于怀吗 我跟她有什么好耿耿于怀的 你们都离婚了 我是不希望你再回去原来的那个环境 那个公司去上班 你要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巧克力 对吧 那么现在你想找一份集爱好和挣钱 于一身的职业 其实挺不好找的 怎么不好找 全世界巧克力公司那么多 英国的 法国的 德国的 奥地利的 日本的 好 日本的我们不去 我就不信你非得要回杜小雨他们公司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很简单 我不希望你再跟你的前妻藕断丝连 或者你们俩有藕断丝连的可能 讨厌 你既然说到这儿了 我想跟你说明白一点 我跟杜小雨是离婚了 但是她毕竟是露露的妈 我是露露的爸 我们俩呢 也不可能做到完全意义上的那种 绝对的一刀两断 明白 你现在 你听听你现在说的是什么 我现在告诉你 我要把我的全部都给你 我全心全地对待你 然后你告诉我说 你跟你的前妻不能一刀两断 不 我说的是不可能 那不还是不能吗 我要求得很简单 别的不说 至少你回原来公司上班 你回杜小雨他们那儿上班的事 你是不是应该提前告诉我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你今天不唱歌 你怎么比昨天更沉默 我爱你 请你把心事告诉我 我不想看花儿不结果 我不想让鸟儿不回我 你爱我 请你把妈妈还给我 鸟河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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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火不适合 鸟火不适合 如果你爱我 请你告诉我 这个问题让我受折磨 你的脑瓜让我难捉摸 我爱你 我爱你 请多多原谅爸爸我 我不要你大声的啰嗦 我不要不孤单的生活 你爱我 请带着妈妈抱抱我 鸟河不适合 鸟火不适合 美好的生活 不适合 没有这身场 上面 وأ扫大 鸟河不适合 üzvär 霜河不适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